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EATV的《隔人讲事》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人说 警方和黑社会有勾结呢 又或者为什么会说那里有黑社会呢 那就听一下EE说 EE就是人生经历多一点 他就看到电视捕捉到一个画面 就是有人打一个叫五湖四海的手势 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不肯定 就说这个手势就告诉别人 我们是同老人 就是黑社会 因为相传这个手势就在当时清朝 就反清復命 就要似续皇帝 那帮同谋 又或者那帮叫做Gridman一起的人 就用这个手势来做记号 那他就说见到人打这个手势 就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那黎动国局长就说 不相信警方和黑社会有勾结 那首先第一样又有挑战 你二万多三万个人 你怎样知道没有人和黑社会有勾结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现在有市民提出来 就是说有黑社会来到旺角那里 反黑组去了哪里呢 有市民话疑 有市民报警 反黑组不做事的 这个是原则的问题 就是有人投诉有人报案 你去做事 你去查的 不是说保安局局长走出来说没有就没有的 你代表不了谁的 保安局局长 没有人投票选你出来的 这个政府不是民选的 你是代表不了我 首先 我依然觉得你是有勾结的 那我真的希望警方 尤其是黑社会去查 其实说真的 我昨天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第一样东西 警察部队解散 你留在这里干什么 你完全浪费气的 浪费气的 完全是 停止不了那些 那么不明明的行为 那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就是这个很符合 现代社会的经济理念 那 那 那些警察进去 又打眼色 那些便衣 又不知怎样被人发现了 就说在这里凶人 原来正正就是 当日运弄弹药 进去特首办的一个警察 就是 你做事 不要做到那么 鼠舌狗偷 行不行呢 其实他说 他说偷运子弹进去 那时候 我已经觉得 为什么香港警察会这么狗 你做事 光明正大一点 行不行呢 你是警察 你不是财 你不是财 你是警察 你做事光明正大一点 给他男人的样子 看看行不行呢 一群都不是人 你是一个男人 那些 全部都是男人 全部都是汉子 你的良心去了哪里 你的良心去了哪里 我爸爸就是读书不多的人 但是他见到那些小朋友 他都觉得心痛 一个读书不多的 难听这些说句 一个没什么学会的人 都有不忍人受苦 就是不忍心见到人受苦的心 有測忍之心 你那群高官 一些是港大出身 一些是外国读书回流 全部都是大陆的说话 就是尖子 你那群人的人性去哪里 就是是读屎片的呢 你一群都 你读书读上了脑 完全忘记了人性 忘记了怎么做人 那群警察就完全是有牌子 就是以前 警察怎样都好 都是收黑钱 你不给钱的 就是打你 但是现在你不是的 就是你看到人打人 你不停 你完全是做不到 执法者要做的事情 那警察解散 真是难听你说的解散 又没什么需要警察的了 全香港就是黑社会去搞定 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要求真普选 那么简单 我们加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梁振英下台 因为香港人没有办法忍受到 我们的特首是和黑社会有勾结的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到 我们的政治圈是有黑金政治的 你看一下台湾 你看一下日本 这两个国家都是受黑金政治影响的 受黑邦政治影响的 其实影响是很深的 那我真是不希望香港有 那还有梁振英 其实选举之前已经有人说 他是有江湖饭局 柳浩山饭局 不知谁 就说有些江湖人士吃饭会面 我不认识那些人 那香港是不是真的忍受到 一个这样的黑社会特首出来呢 很多那些叫什么 那些叫左仔 就说哎呀 普選了 会选了一个黑社会特首出来 不需要普选 就是一个黑社会特首啦 用什么怕普选呢 没有分别的 那真是希望政府给一个真普选 真是釋出善意和诚意 去给市民知道 其实政府是有心去解决 去击破去tackle这个问题 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继续去制造问题出来 其实现在是越来越乱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 完全是政府在做出来 政府去制造问题 政府去用一班打手去打我们 就搞得更加多人去旺角 更加多人去金钟 你又何必呢 你不要以为一美强硬就做到事先 香港人呢 是人来的 整班都很聪明的 是受严不受严的 不是梁振英来的 受严不受严 这叫什么 占骨头 不跟占骨头说那么多 你全家死青光 你不要介意我们这么毒 你不要挂我们这样对你的女儿 你挂我们这样对你的女儿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想 你怎样对全香港天下的子女呢 你对不起全香港天下的父母呢 你自己回去想想 梁振英 你真是 你女儿都想不到你快点下台了 你不要在这里继续和害去说 你这个是垃圾来的 不是垃圾都可以回收 你甚至比一只蟑螂 蟑螂都有人不见人打 你个个见人都打 我们不说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